聚起来 布隆主机曲创作歌手王红恩带来多首歌曲 并与台下民众互动 展揭出原住民热情浩克的一面 2023元香元明葫芦敦第四届原住民歌唱大赛决赛 这天在葫芦敦无法中心户外广场热闹登场 他们不管他们的美食 或是他们的那个编织 他们的米酒 他们什么种种 他们都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基金会文化中心这边就长期在支持这个活动 希望我们每年都能够有这个活动来激励我们原住民的心 那每一年在这个原住民大赛歌唱大赛的一个活动当中 我们把我们原住民很重要的一些珍贵的文化特色 还有资产的都在现场来呈现 那也希望呢在未来啊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原住民的活动 一起来共唱胜举来营造我们的幸福宜居的城市 军区奖创作歌手王宏恩也分享歌手这条路上的干苦勉力参赛者 主办单位表示今年共有44位原住民报名参加分为今年组及壮年组角逐 前三名的宝座 那我自己也是歌唱比赛出来的所以呢特别能够感受这些参赛者们的这种心情 可能会有点紧张啦但我想几乎台下都是自己的族人所以呢 放轻松就像对自己的家人唱歌一样把你们平常的那个实力好不好 轻松发挥就好 我就抱持了就是想唱歌这种热爱舞台的心态来参加表演这样子 对 然后让我们爱唱歌的连住民有一个平台能够表演 然后发挥自己的歌声 然后这次比赛的心情是有点紧张 因为第一次比赛还是全力以负战 现场除了歌手表演及歌唱比赛 还有原住民的美食佳肴 农特产品 传统手工艺与服饰贩售 以及慈善工艺市集 让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边聆听美妙歌声一边享受美食 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